如是持戒就真持戒 如是修行是普行性的 这很得了啊 真持戒 那修行是什么 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看他怎么生活 他怎么过日子 他怎样工作 他怎样处事待人见物 普行菩萨 你就细细观察他 是不是普行受到愿望 舍大愿望愿望 每一面都在生活表现出来了 工作表现出来了 待人见物表现出来了 普行性的 修净土的 全是普贤菩萨 我们这部经第二品 得尊普贤 第一句话就是 祢祢 祢 尊奉 普贤菩萨之德 普贤菩萨之德 就是舍大愿望 世大愿望是总纲领 展开之后 就是大方广里面所说的 无尽的法门 普贤行呐 无尽法门归于哪个总纲 就是十条 先公尊修 普贤大愿 如是之间 放弃中头 这样的之间 之是心所致 见识 言言所解 这就是大臣教里面所讲的 中道敌意 二臣反复没分 请不吝点赞 启点赞 订阅 点赞 点赞 转 转